在游戏的一周末以后 就是抓完两尊 来到珍珠聚落 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新增的任务 往前走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起来是珠贝是吧 是我们的珠贝小姐姐 她有一个新的任务 跟她讲话 古创子 我找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正想要去见你呢 你应该很好奇吧 很想要吧 呃 我很好奇 对吧 在这广阔的喜翠 打着真容也找不到对宝物没兴趣的人呢 这个是复任务90 珍珠队的宝物 古创子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你该知道的啊 就是我想和古创子 你一较高下嘛 你等一下哦 我先平复一下心情 哇 真的是一个心情不好 就开始吹笛子的女人啊 好优美哦 天哪 我和我的搭档要一起变强 然后踏遍这广阔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呢 就突然丢出宝可梦了是吧 排出我的风速狗 哇 又是一打三的局面 冰一步 太阳一步跟火一步是吧 那冰一步就先用闪焰冲锋烧死 气绝冰一步 一发入魂 海克还可以 我风速狗的技能刚好对这三只都有效 接下来对太阳一步使用咬碎 他等级最高的就是冰一步了 然后另外的太阳一步跟火一步的等级比较低 然后火一步的话可以用岩崩 胜负已决 诶 古创子 这世界上有比古创子你 来了更强的人和宝可梦吗 啊 有我去确认就好了对吧 来 这是约定好的宝物 大白宝玉 什么东西啊 光辉灿烂的大珠子 对帕鲁奇亚使用后能使之力量高涨并改变形态 哦 听说这是珍珠队的创始人所拥有的东西 而且据说适合神奥大尊 不对 适合帕鲁奇亚有关的宝物 既然帕鲁奇亚现在是和古创子你在一起 所以大白宝玉就交给你了 谢谢你哦 古创子 哦 珍珠队的宝物是可以给帕鲁奇亚做起源形态变化的道具 所以金刚队应该也会有一个类似的道具咯 好 那就是这一次任务90 珍珠队的宝物 对战的话要先带上等级练购的宝可梦 不然可能会被打的落花流水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